老板您好,感谢您选择ManySafe,这里是ManySafe的记录支持 本期视频主要是教您如何去查询审核日志 审核日志用于查询具体的操作步骤 所有订单的生成和一些软件所有的所想应的一些步骤 在审核日志里面都会记录 回到软件里面,点击这边的报表,输入相应的密码 进入之后的话,在总报表里面,左边选择其他 然后这边有个审核 点击之后,我们问人的话就看到的是当天的一些详细的操作 可以看到什么时间内做了哪些操作 那我们也可以针对这个操作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想看一下当天的前箱,什么时间有开过前箱 可以看到这边的话有open drawer 有这么多次在不同的时间段内都会有操作的 是谁操作的,这边都可以看到 终端的话就是指的是哪一台机器,作为的话一般正常是主机 然后这边的话也可以去看对应的订单 比如说某个订单我对他有疑问 比如说11号订单可以看一下,输入个11 可以看到是在什么时间,这个订单是生成了 然后下面的话做了一个加收,charge加收 然后做了一个现金结算 然后又把这个现金结算给删除了word sale 删除了他的付款方式 然后又重新做了一个现金和信用卡的结算 信用卡卡号 然后又删除了所有的付款方式 最终又做了一个现金结算 就这个订单从他的生成到最终的结束 这边的话都会有具体的记录 包括像比如说想查询今天的所有的删单的情况 word order或删菜 可以看到三号单做了一次删菜 是谁做的,在什么地方做的,删除的是哪道菜 都会具体的记录下来 包括删单啊,可以看到一号单二号单四号单都被删除了 是谁做的 那么如果对这个订单有疑问 我们可以去输入去查询 这边选择空白的 可以看到这个单的话就是在什么时间内点的是图购订单 然后最终就被删除了是谁操作的 对,然后审核日的话它就是有可以记录所有的详细的步骤 如果对什么有疑问的话也可以在这边去查询 那以上也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再见